来自日本天心流 传承300多年的剑道 带来全套的拔刀术表演 吸引大小朋友看得目目转睛 东海艺术街在周末假日举办第一届的国际艺术节 要让民众体验异国文化 这个地方是我们台中最有特色的叫艺术节商圈 那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跟艺术去做结合 等一点连那个武术好像都要跟美学去结合 对不对 为了发展商圈特色 金发局主办这次的国际艺术节 营造出日式的文化气氛 除了剑道表演 还有太古大人以及艺术等表演团体接连上阵 市长胡志强千万欣赏 还特别送给日本朋友一个台湾的彩卫葫芦 向中双方文化交流 我们应该大家好好的帮公海艺术节发挥它的特色 这里有全世界的艺术节都应该有的特色 有好吃的东西 有美丽的风景 有每个店的特色 还有文化创意都在这里 这次的艺术节活动 除了表演可以欣赏 还有围棋七个礼拜的手作DIY体验 既然有艺术节具有代表性的业者 分别带领民众尝试不同的艺术创作 希望在行销长全之余 也能让更多人接受艺术的寻陶 记者洪嘉宏等这次了